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川是重庆市的发展新区 辖三个街道31个乡镇 总人口有68万 是一个历史悠久 资源富极 交通便捷 生态优美的秀美之城 今天我们编导打算上南川的金佛山上 去瞧个究竟 看看山上到底有什么宝贝 能吸引山下的人在那里住上一个月 上山之前得填饱肚子 在南川说到吃什么最省事 也最有特色 那就是豆花饭 走在南川街道 随处可见卖豆花饭的小店 店门口都放着一个或几个大盆 盆里面的豆花正冒着热气 豆花饭是南川的传统佳肴 传统的做法是将黄豆用水泡软 和水一起磨成姜 再将滤好的姜汁入锅煮沸 这位老板叫韩晓平 我们编导来到店里的时候 还是早上七点 店里没有什么客人 韩晓平的豆花店是祖传的 他做豆花的手艺也是父辈传下来的 他说豆花一定要当天现做才新鲜 每天天刚亮 他和家人就起床打豆子做豆花 怎样做豆花才好吃 关键是点豆花技术 你刚才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淡巴水 它加到这里面的作用是什么 凝固 让它凝固 下面已经凝固了 下面已经凝固了 在凝固了 韩晓平说 点豆花的技术需要慢慢摸索 积累经验 什么时候放淡巴水 搅拌的速度快慢 这些都有讲究 等到姜汁里有絮状物了 再用竹筛子压在这些絮状物上 直到将絮状物压成一整块 这个是只能用这个来压吗 不能用别的吗 不能全部都一起就压掉了 压个形 压个形出来 我知道了 这样的话这个豆花上还有这个条纹的形状 有点点花纹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少几个形 韩晓平的豆花店在南川小有名气 因为他做出来的豆花又白又净又水嫩 好吃的豆花饭不仅要有好豆花 还少不了一碗香喷喷的米饭 韩晓平蒸的米饭都是用的南川当地产的优质大米 加上丰富的佐料吃豆花饭 佐料是由客人自己调制 几十种佐料客人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 一碟白豆花配上一碗白米饭 这看似简单的豆花饭早已经融入了四川人的生活中 简单又美味 不管早中晚餐 只要想吃就来到豆花店里来一碗 既好吃又方便 还能吃饱 吃完豆花饭 我们出发来到了南川的金佛山 金佛山是世界自然遗产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整个金佛山面积有1300平方公里 都说靠山吃山 居住在金佛山里的老百姓也不例外 每年的入秋时节 就是他们进山里采宝贝 狠抓收入的时候 这金佛山里究竟有什么值钱的宝贝呢 只见金佛山上有着大片的竹林 竹林里随处可以看到背着背篓在采笋的人 当地人称他们为笋笼 难道这些笋子就是金佛山的宝贝吗 都说雨后春笋 这金佛山里的笋子怎么是秋笋呢 我现在呢就是在金佛山2000多米的笋林里 这边周边呢全部都是这种竹笋林 现在啊走到这个笋林里啊 随处都能看到有笋龙在采笋 过去问一下他们 师傅 可以耽误您一下吗 你们知道这个笋的话都是秋季材啊 这是秋季材笋是金佛山的宝贝特色嘛 嗯 这个笋叫什么笋啊 方竹笋 方竹笋 啊 为什么叫方竹笋啊 不是不是 它是略带方形竹笋 略带方形 这我看 我这看起来也是圆的呀 这个我学一学 它是略带方形 看没有 通过打听得知 原来这方竹笋还真就是居住在金佛山附近村民们的宝贝 金佛山有方竹林十万亩 这些方竹主要生长在海拔1500米至2500米的金佛山上 因为竹笋有棱有角被称为方竹笋 方竹笋不同于其他竹笋在春后出笋或是一年都出笋 方竹笋只在秋后出笋 每年只有一个多月的财笋时间 因此这些笋笋在八月底的时候就都住在山上采笋 直到笋子过季 我看你们好像把每个人采的都堆到一起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每次采笋都是这样吗 就是大家采完了以后都先背一楼 装一楼然后再运下去 对对对 笋笋笋上山采笋都是几户人家组成一个小组 大家采来的笋集中在一起装满一楼 由一个人送到他们住的地方 其他人接着再采 那你们几个人合起来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少得还采个几十斤 几十百八斤 百来斤 这一楼就一百来斤吧 啊啊啊啊 差不多 那一天能采几楼啊 要那么多人才采 才采到几楼啊 一个人 两个人一天采一楼 两个人一天采一楼 摆得动吗这么一大楼 大历史 呀 好厉害啊 每年到了方竹笋的采摘高峰期 采方竹笋就是当地村民主要的农活 也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 我们的编岛跟笋农借了一个碑楼 一把工具也开始了财损之路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大啊 就那么大 哦 这样的好 是不是 然后看到这个人子路 这个啊 就是这个人子路这里 人子路这里 然后从这个方向 嗯 学下去 嗯 然后如果一刀没有削的好 就削二里一刀 嗯 再赌一刀 这个削好了都可以 这样一卷 就卷 哦 绝了 啊 然后就这样弄干净过后 然后像这样 哦 试试啊 这个也可以吧 嗯 也可以 嗯 这个也可以 哦 我看你是用脚的 嗯 绝了 是的 不是用手拉 就用脚这么一踩 对 给它踩倒了 哎 这样是很方便啊 金佛山笋农的方竹笋 采摘方式非常有趣 并非像普通仙笋一样 用手采摘 而是先看准目标 用脚把笋踢倒 再用手一拉 一颗新鲜的方竹笋就出土了 方竹笋生长快 发笋多 采损的时候 笋农们都会注意三米以内 留一根笋 当作竹母 这一根就是我们熟的竹母 竹母 像这种长大了的 长大 不是 是长得好的 长得好的 嗯 就把它熟起来 哦 留着 两年后 嗯 它才能够 它的根部才能生竹笋 哦 多了的话呢 多了就不好了 多了不好啊 不好 它的根部都太多了 它反而不好 哦 到时候长得太多了 就根部太多 反而太密啊 黄朝文告诉我们 笋农们在山上踩笋 时间长了 难免枯燥 住在山上 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大家就会在 踩笋踩累了的时候 唱几首山歌 来缓解一下 眼看着快到中午了 我们的编导很好奇 这些笋农们 在山上吃什么呢 他们又住在哪里 那你们今天在山上 一踩就是一整天吗 不是一天 是四十天 踩四十天 嗯 那你们吃啥呀 从山下盼上来的 从山下带着吃的上来 嗯 啊 运上来的 嗯 哇 那就你们这么多人 全都住山上啊 就是这样 住在哪啊 住在笋棚里面 笋棚里面 搭了一个棚子是吧 对 吃饭住都在那 对 在回笋棚吃午饭之前 大家会再一次 把采来的方竹笋 集中起来 背回笋棚去 热情的笋农 也邀请我们的编导 和他们一起回笋棚 去休息一会儿 这些外面由竹子搭建的小房子 就是笋农们所说的笋棚 每年在山上采方竹笋的这一个多月里 他们就都居住在这样的笋棚里 这一个多月采来的方竹笋 也都会存放在笋棚 只是不知道这些新鲜的方竹笋 他们要如何处理 才不会烂呢 这个时候 只见刚才采笋回来的笋农 把新鲜的方竹笋 都倒在了一口大锅里 这个大锅呢 就是专门用来煮笋的 我看这个里面已经有很多笋了 这都是今天采回来的 对 今天采的 今天采的 每天要煮一锅 每天要煮一锅 笋农们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新鲜的笋不便于保存 因此在山上 他们就会采用最原生态的加工方式 把鲜笋加工成干笋 山上的每一个笋棚里 都有个大锅和烤笋的炉子 鲜笋在大锅里煮好以后 就捞到炉子上烘干 这个上面这些笋要多久才能烘干呢 要四十多个小时的可以烘干 四十多个小时 两天 烘干了就是这边这种 这边就是干了的 然后再带下山去卖 那你们上山的时候得带很多东西来 这些炭的什么的都得运上来 你看这个笋棚里面 就是不光有做饭的小厨房 还有烘笋的地方 还有这边是睡觉的地方 对对对 就等于是全部的都在这一个笋棚里面 对对对 烤笋的炉子在采笋的这四十多天里 火是一直不灭的 为了避免火灾和掌握火后 笋农们会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管笋棚和烤炉 还得不时的翻动一下这些方竹笋 好让笋子受热均匀 这些烘干后的笋子都保持了方竹笋的原有风味 储存时间也长 马上就要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在竹林里采笋的同伴们都陆续回到了笋棚 住在山上的这几十天 笋农们吃的最多的当然就是方竹笋 方竹笋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用火烤 只见他们把带壳的笋子直接扔进了炭火里 五分钟左右 笋子就烧好了 这个你们叫什么呀 这种吃法叫什么呀 烧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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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直接就能吃吗 直接不能吃 其实等于是把它放火里面烧熟了 然后拿出来拿出来当凉菜什么 对对对 烧的这个笋我看你们选的都是这种比较小的 这种都是这种细的小的 肉质小的它是少来熟一点 烧的过程中就简单一点 容易熟 大很多那个皮面少腐辣的里面它都 还没熟 把笋子撕成条状 再放一点海椒粉和酱油拌匀 一碗凉拌烧笋子就好了 在山上采笋干的都是体力活 光吃素也不行 上山的时候笋奴们就会带一些腊肉和土豆 切点腊肉和土豆笋子炖在一起 煮米饭的时候也会放一点土豆 南川人把这种饭称为土豆干饭 一碗土豆干饭一勺炖笋子 您别看这餐饭看起来简单 味道却很好 而且多吃方竹笋有助于人体肠胃蠕动 促进消化 每年能吃到新鲜方竹笋也就这一个多月 所以这些方竹笋就是笋农们最爱的美味 到了方竹笋快采完的那几天 笋农们就会有一部分人下山 准备做其他农活 黄朝文他们还背了几篓带壳的方竹笋下山 说是一会儿村里要比赛 不知道他们是要比什么呢 这是黄朝文的老房子 现在条件好了 他们都修建了新楼房 但是老房子他们舍不得拆掉 这是他们住了几代人的家 承载了他们很多美好的回忆 而且老房子就在金佛山山脚 山里风景好空气好 他们每年都会在老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 今天好些孙奴们都在黄朝文家聚会 在南川金佛山 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就是油茶 做油茶的主要材料就是油和茶叶 用菜籽油加上当地的大树茶叶一起翻炒 待到茶叶炒香了就加水煮上十分钟 茶叶在锅里煮着的时候可以先准备配料 金佛山的油茶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 他们会在油茶里加入切碎了的腊肉 这么肥的要等一下要放到茶里面 这个碗里是切好的瘦肉 这个碗里是切好的 瘦肉和肥肉一样放一点 这是要切成碎末是吧 切成 等到锅里的水快煮干了 就用木瓢将锅里的茶叶磨压成糊状 炒好茶叶再炒腊肉 同样放上油将腊肉末炒香后加入炒好的茶叶糊 再倒上开水一起熬制 金佛山的油茶放得要有一定的讲究 如果烧油茶的时候里面加入了腊肉末鸡蛋等等 就说明主人对来的客人有非常深的感情 一般的油茶只放一些碎花生米 他们说油茶喝了能使人精神振奋增强耐力 因此以前住在山里的村民上山干活之前都要煮上一锅油茶 大家喝完了再去干活 这样有助于保持体力 干完农活回来还要喝上一碗热乎乎的油茶来驱除疲劳 如今的生活条件好了 没有以前那么多农活 但是他们爱喝油茶的习惯还是没有变 特别是家里来了客人 油茶更是少不了 喝过油茶 孙农们说要举行一个包损比赛 这是他们每年财损以后都要进行的一个娱乐活动 生产大开的时候都记得一点 反正我们也不及时 因为每一堆有一个人学完的 你先学完这个为时间去的 那么我喊三乐意 三 二 一 开始 加油 加油 这些笋农已经包了几十年的笋 有的是经验 只见他们拿着刀在方竹笋上划下一刀 然后手一转 笋壳马上包落 三 三 黄大哥里的是三十三双 六十六根 哇 这个数字很好玩 二十四 哇 这个大哥八十四根 男组比完 女组接着来 这些村民说包损比赛 其实也是他们缓解疲劳的一种方式 输赢不重要 主要是今年的方竹笋即将采完 大家辛苦了一个月 一起乐和庆祝一下 赢的人不光是没什么奖品 还得请大家伙吃饭呢 生长在金佛山的方竹笋呀 肉质脆嫩营养丰富 被世界食品博览会评为了金奖 欲称世界一绝 金佛山的方竹笋有很多种吃法 那在这儿的人们呀 可以拿它做出一桌子的花样 我身边这一位大哥呢 就是南川金佛山很有名的谢师傅 谢师傅最拿手的就是笋子咽 今天呢我本来想到这里来品尝一下笋子咽 但是谢师傅说我要自己动手 要跟他一起学做笋子咽 我才有的吃 谢师傅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今年51岁的谢师傅 是南川金佛山地地道道的笋农 从小就在金佛山的笋山中摸爬滚打 因为自己爱吃笋子 他就把采回来的方竹笋做成各种花样 今天他打算教我们编导制作笋子咽 今天总共要做几道啊笋子 十二道啊 十二道啊 哇 笋子可以做出十二个花样 做笋子咽的主要材料只有方竹笋 但是得把方竹笋切成各种花样 有切成条状的 有切成块状的 也有切成片的 每一样都是谢师傅演示一遍 编导在跟着学 这是要切十二个花样吗 嗯 每一样都不一样啊 每一样炒菜都是不一样 这后面呢 它吃的味道都不一样 吃的味道也不一样啊 这可以了吧 好的 嗯 在谢师傅的细心教学和编导的努力学习下 十二盘笋子很快就切好了 还没有开始下锅炒 这一盘盘各式花样的笋子 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 今天谢师傅打算教给我们编导三道凉菜 九道热菜 先做哪个菜啊 先做酱子 海椒酱 哦 海椒酱 这个是海椒酱啊 是的 墨子推的 墨子推的啊 这个笋子直接就可以吃啊 是的 哦 搅拌匀就可以了 方煮笋本来就是南川金佛山的传统菜肴 如今谢师傅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做了些许创新 不一会儿白油笋条 笋花 鲜笋烧牛肉 炕炒干笋片 鲜笋五花汤等等 这些以笋为原料的菜品就一道道的出锅了 这一桌丰盛的笋子叶将笋的味道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 在南川金佛山有两样吃进嘴的东西 他们称为金佛山双绝 第一绝当然就是方煮笋了 除了方煮笋 还有一道特殊的食品被称为第二绝 而这道美食居然得拿稻草灰来做 这稻草灰做的还能叫美食吗 他能吃吗 这位小伙叫魏朗 魏朗说他要做的美食叫灰水吧 灰水吧是南川流传了上百年的小吃 家家户户都会做 制作灰水吧首先得将稻草烧成灰 再将水从稻草灰中透过 他们把这些过滤了的水称为草灰水 草灰吧用料主要是两种 一是草灰水 二是大米 把草灰水倒在装米的盆里 泡上一个小时 再将米磨成浆 我看您这是烧了一锅开水啊 这个这个是要把它煮啊 这是熬姜吗 嗯 做灰水吧熬姜很重要 得需要人不停地在锅里来回产冻米浆 直到米浆逐渐从水浆变成巴状 然后搓捏成拳头大小的圆形巴吧 这必须得是趁热做了 对对对啊趁热做 手烫不烫啊 手 出血子可能有点烫 我这个手这么刚刚碰到上面 我都觉得很烫哎 哇很厉害 还能一直这么抓着它 这是习惯了啊 老做的 搓成团的灰水吧还得入锅蒸 蒸熟了的灰水吧看上去亮汤汤的 摸起来也很有弹性 灰水吧是南川农家人招待宾客的一道独特美食 放一点辣椒拌上吃起来很爽口 特别是灰水吧因为有稻草灰水做原料 含有碱性 吃了也有助于人体健康 因此南川金佛山的老百姓 把灰水吧和有着高营养价值的方竹笋 称为金佛山两角 方竹笋作为重庆市南川区的稀有竹种 以它特有的鲜香嫩脆的品质 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地方特产 而灰水吧则以独特的制作方式 成为了当地独特的小吃 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南川 一定要亲自去尝一尝这两角 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盏盏河灯带去对亲人的思念 一曲曲山歌 唱出苗家人的心愿 一条条清澈的河流 孕育了丰富的物产 辣椒烧着吃 鸡在罐里烤 河灯搁结 相会再资源 下期将图 带您走进广西桂林市资源县 看资源人过七月半 下期节目